大家好,我是小红,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,谈恋爱的时候一见钟情两亲相悦,特别容易让单身男女插出爱情的火花,虽然说人的感情是很难受控制的,一旦被对方吸引住就不管不顾就在一起,但是结婚之后,哪怕出现在优秀再好的男人,也不能够在一起, 也不能够冲动而爱上对方,也是有些女人明明知道别的男人有家时,却还是要一个跟头栽进去,这种飞蛾扑火的举动其实是很不负责任的,不仅毁掉了自己的名声,还破坏了别人的家庭,让自己落下了小三的称呼,那么为什么有些女人明知道别人有家时还要插一脚呢?今天小红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,女人愿意找已婚男人,无非就是这几个原因,一,找新鲜感。 我喜欢上了一个有家时的男人,我知道这样做不对,但是我想为自己活一次,在一年多以前,我刚进入新的公司,当时所有人都不认识我,但是我的部门有一个男生,他却对我特别热情。 当新来到一个公司能有人怎么帮你,自己会觉得非常的欣慰,很快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下,没有了陌生感和紧张感。 我今天叫他小师傅,他也把我当成了小徒弟对待,再加上他人长得又高又帅,我对他心生爱慕,其实我知道他有老婆,但是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对他的爱慕,因为每次跟他待在一块的时候,我都特别开心,也有安全感。 我跟他说我不会介意他有妻子,也不会干扰他们的家庭,我只想跟他在公司保持这种暧昧关系,这种偷偷摸摸的感觉让我特别刺激,我尝到了恋爱的滋味,也不怕他有老婆,反正我现在也单身。 等到以后我有了男朋友再跟他断绝关系吧,二,只是为了报复,其实他是我闺蜜的男人,但是可恨的是当时我们一起喜欢上的他,后来被我闺蜜截住仙灯跟他有了孩子,他们两个才结了婚,但是结婚之后他总是跟我抱怨,说婚姻不幸福,还说我闺蜜整天跟他吵架,很多次他都吵完架之后跑出来跟我诉哭,就这样我跟他偷偷摸摸在一起了,我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, 但是我也顾不上那么多了,毕竟当初如果不是闺蜜截住仙灯,也许我们两个早就在一起结婚了,其实我跟他在一起的目的也只是为了报复我闺蜜而已,反正我现在也是单身,跟谁在一起不行呢? 反正最后吃亏的也不是我,再加上我对这个男人已经没有之前那么喜欢了,我跟他在一起只是为了报复他们两个一下,只要达到了我的目的,最后我会选择跟他分开 三,只是心里太寂寞,其实我也是有丈夫的人,但是我的婚姻并不幸福,我的丈夫总是喜欢花天酒地,其实我也知道丈夫在外面跟别的女人有来往,但是我却不能做什么 起初的时候每天一个人待在家里,盼望着老公有一天能够回心转意,后来我才发现我太天真了,我一个人实在太寂寞了,所以也许是上天可怜我让我遇到了他,他是我公司的同事,也是有老婆的人 但是他平常有抹风趣,常常把我逗得非常开心,这段时间他每天都会陪我到深夜很晚才回家,也许是寂寞的心突然间有人填补,所以我跟他表白了,就这样我们两个在一起了 我也不顾他有没有老婆,反正我只在乎自己的内心是不是得到满足,我觉得目前过得还挺好的,有人关心有人安慰,但是我不会去打扰他的家庭,也不会去破坏他的家庭 我们就保持着目前这样的关系就好了 四,总觉得别的男人比自己老公优秀,刚结婚的时候自以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,但时间长了,结婚的热情消耗了 在生活中面对小事总是找不到以前的感觉,一次和朋友聚在一起,谈论自己婚后的生活,听周围的朋友说丈夫的话,他们的丈夫很完美,浪漫又有同情心,开始感到自己的恋人有很多不足 这种心理出现后不可思议的对别人丈夫心存幻想,朋友开始羡慕这么优秀的丈夫,时间久了抓不住,做出了出格的事,出轨的对象是朋友的丈夫 曾经在派对上被朋友欺负的男人,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,抱着陈健,忽视了他和我出轨的错误,他真的像朋友嘴里说的那样完美 但是,接触时间长了,所谓完美,往往是出于希望,而且出轨的人,在知道他可能是完美的,同时和很多女性交往后,我和朋友坦白了,我丈夫也知道了这一点 终于,我们的婚姻关系也接近尾声了 现在想想喜欢别人的丈夫,最好用成语性的歌词来说明,那就是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,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 相信看完视频,对于女性为什么喜欢已婚男人,你已经大概有了认知 但是已婚男性的优点,其实每个男性都到了一定的年龄,有了一定的经验之后就有了,真正优秀的男人,是不会在婚内出轨的,也不会跟你保持暧昧关系 所以和你交往保持暧昧的已婚男人,希望你不要说真话,这一点每个女人都要谨记 即使她愿意为你抛弃妻子,那你怎么保证不会出现另一个你 婚外情总是让人又恨又怕,不管是谁,先出轨都是对家庭的不忠 即使你有任何的理由,都无法掩饰你给别人带来的伤害 明知别人有家事还要插上一脚 哪怕有在冠冕堂皇的理由,最后也只能背上小三的称呼 破坏别人家庭不说自己心里也不会好受,还有可能成为一辈子的心理阴影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字幕志愿者 初音乐 字幕志愿者 初音乐